這裡有幾個就是在線上的Place 我們先稍微在這邊先看一下有幾個 因為其實Place跟我們一般PowerPoint最大的不同就是呈現方法可以更多元 可以更多元 那你現在看到這個沒有什麼我們從這邊來看 我剛剛已經先把它先打開開好了 我們來這邊稍微看一下 內容就不管它 但是我們就先看呈現的方式 對不對跟我們一般PowerPoint感覺比較不一樣 你可以做很多變化 不一定一定要但是事實上它都是一個共同特點 什麼特點 就是 像我講的就是新制度 把所有東西都是規劃在 事實上就是很大張那至於這張紙多大 隨便 你有你的想像空間多大就是多大 它就沒有限制說你一定只多大 好這是第一個 那麼我們再看這個 好 你看啊 對不對 所以其實最重要的反而自帶是什麼 你會不會安排 有沒有那個想像空間 因為當你有那些想像空間 我們現在看了都比較單純一點點就是什麼 主要是圖文的變化對不對 等一下我們還有其他的 好像這個 文字可以再進來 那你說簡報到底適不適合 很多的文字 你覺得 有些時候我們需要比較多文字的時候大部分 老師都會怎麼處理 如果我的簡報沒有可能會有比如說一份 PDF啦 或者一個那個ECL 握的 那大部分老師的做法都這樣 簡報切掉 就換到那邊去 那這是一種方式 但是呢其實等一下我們可以看一下有另外的處理方法 好 這裡也是一樣 好 這讓這個有音樂的 好 這樣OK啦 好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這裡有一個 是 配合 就是我們裡面 因為有些時候老師可能會有 原本就有簡報檔案對不對 簡報檔案你可以把它匯進來 PDF也可以匯進來 好那我這裡呢 有做一個測試給你看一下 把PowerPoint的PDF跟YouTube 把它整合在一起 你看一下 首先我們看這個PDF有沒有 有時候我們 PDF 大部分都是會另開視窗 可是你可以把它叫進來 而且怎麼樣 你還可以放大縮小 自己在這邊評議 這樣要看PDF有沒有變比較簡單一點 當然你如果說業數真的很多 不見得適合在這裡 可是有些時候 你的一些文件可以像這樣用 可以像這樣用 這樣就比較 方便一些 那除了這個以外呢 還有什麼 YouTube 像這個考題這是圖片的 就把它變成一個圖片把它叫進來 那另外在這邊 我們還常會看到有YouTube的 對不對 YouTube影片 請問你有看過這個嗎 這部電影 我本來也沒看過 但是看過之後 你就發現很像什麼 那一年 因為一樣的只是太穩而已 那因為呢 為什麼我拿這個來做 是因為我們跟我們剛剛這個考題有關係 這個 考題考數學題高中的數學題考 排列組合 穿衣服的排列組合 呵呵 是從這裡面來的 因為他發現說 同學都看過這部電影 那所以他就從這部電影出考題 全部都出這邊的 那你看這樣子 那如果你點了他 他會自動放大 然後就開始播 對不對 一般我們在 簡報裡面 你比較少會這樣做 為什麼 因為我們都知道在簡報裡面 你要放影片 比較不好放 所以通常都是另外拿出來再放 那實際上不見得 因為這個 YouTube就發網路上的 你就 這個他就不佔你的簡報的大小 所以 蠻特別 那你看完之後不看了 他就自動再收回去 那麼另外像我們一般的這個PowerPoint 你把它匯進來之後 要做一點點修正 但是他比較特別就是 我給你看一下 就是 PowerPoint的不見得一定要頁頁 我也可以排成這樣 排成這樣 這樣也可以做簡報 也是可以 所以這個就 看你的想像空間 那 我們回頭來看一下 我們這邊 這裡 你看過這幾個demo之後呢 那他網站上呢 會有一些所謂的專家 專家他們有 這個 認證過的 那 上面呢 有一些他們做的作品 你都可以去看 好 那 再 往這邊走 好 現在你了解這個概念之後呢 等一下呢 我們就需要 來看看到底該怎麼用 那麼 您先看一下在這邊 如果您用的是桌上版的 也可以 或者是您用我們的這個線上版 您如果要產生 一個新的 因為像各位 目前這邊 都是空白的 如果您用線上版的 就請你從這邊 有一個New Place 有沒有 那如果您是 在桌上版的 一進來就是了 你會發現 喔 看起來跟泡泡好像 因為就是先選範本 選一個你想要的 線上也是一樣 好 那我就 不打擾你 你先慢慢挑一個 你自己的 好不好 來